准备的还行 还行 有点懵 昨天晚上 从昨天开始就 一直很懵 我其实行李都收好了 没有 我觉得既然把我留下来了 那我终于可以唱一首完整的歌了 那我一定会发挥到最好 我现在 我对于这个方面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大家关系都特别好 对我影响最大 那应该是预期吧 因为我们从 从 5月11号到现在 每一天都在一起 就是已经超过三个月 每天24小时都在一起 就是晚上也在一起 然后白天也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对我影响最大的 就它是一个特别 奇妙的小孩 然后 我在它身边的话 很容易被它影响 它会让我很开心 然后 并且我们两个交流很顺畅 我也在他身边的时候 特别有一种 很想要照顾他 保护他的那种心情 我觉得现在留到 就是9个人的时候 大家都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 每一个人的都挺期待的 大家只要做好自己能做的 一定都会呈现很好的效果 那我就给伊诺加加油好了 因为他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然后我希望伊诺 更自信 然后拿出自己更好的样子 做到更好 他可以的 他一直以来都在进步 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我的粉丝 其实不是粉丝 我一直不觉得大家是我的粉丝 大家都是我的朋友 我希望我们这件事建立在这种朋友的身份上面去交流也好 互相懂 互相欣赏 了解也好 就现在还能在这里就跟大家讲话 我觉得挺幸福的 然后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我觉得你一定付出了比我想象的更多的更多的 然后我也会比你们想象的更努力的更努力了